最近两年,VR设备的发展已经逐渐成型,淘汰了那些想要分一杯羹的投机者。 而在成功者中,最著名的当然是Meta公司推出的Oculus Quest 2, 还有在配置上跟它极为接近的,被字节跳动收购的VR设备Pico Neo3。 还有,性能在同样水准只是去掉了独立显示功能的HTC的Vivo Pro 2, 以及性能指标稍弱。 但和Steam的老板这位游戏软件大佬密不可分的Vivoindex, 当然也包括一些国产的品牌,比如爱奇艺、华为、小P等等。 不过尽管他们都是大厂用钱砸出来的, 但直到今天的性能表现,依然离想象中大家描述的元宇宙的场景非常的远。 这期科技参考我就来为你梳理一下VR设备在硬件指标上正在向什么方向突破, 当前达到了什么水平,以及还有什么困难。 咱们先来定义一下,理想中的元宇宙场景下, VR硬件设备能带来什么水准的体验? 那就是啊,每天可以十个小时以上的沉浸在用VR硬件营造的虚拟图像里, 自己的肢体动作跟虚拟世界的动作可以在延迟低到感知不到的程度上交互, 并且这个世界里的图像可以媲美今天一亿美元制作出来的3A游戏大作, 也就是在多边形、纹理、材质、物理特性上非常接近于真实世界。 这个理想状态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高的, 今天那些著名的VR设备只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让人感受到理想状态, 大部分情况下离这个理想状态还非常的遥远, 下面我就来具体的说说。 首先要说的就是视野的视角问题, 人眼在不转动的情况下大约可以覆盖120度的可视角度, 双眼球都可以转动的情况下可以覆盖190度的范围, 尽管靠近视野边缘的物体我们并不能看清, 但这些内容也在被我们的大脑加工着, 比如说任何出色的球员在赛场上, 他视野边缘的队友的运动轨迹都会被自动的纳入大脑的考量, 最后体现在这个球员阅读比赛的能力上。 所以理想的VR设备, 视野覆盖范围首先应该超过190度, 比如说230度, 垂直方向上一样存在可视角度, 大约是150度。 尽管在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观察范围往往是水平60度, 垂直30度的范围内, 但剩余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体验, 今天的VR设备, 宣传的视野横向的角度大都在170到180度之间, 最大是200度, 但是这个值是普遍虚标的, 在利用市场角度测试工具实测的时候, 大都还要在宣传的数值上减去20度到40度。 那为什么厂商开发的视野角度不直接把指标拉满呢? 因为这涉及到一帧画面里到底要显示多少内容, 如果视野太宽阔了, 图形方面的计算量就会大到不可思议, 所以只能在显示内容跟视野逼真感上做妥协。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逼真感的问题, 其实在传统台式机跟显示器的搭配中, 今天的顶级3A大作已经非常逼真了, 比如说我打NBA 2K的时候, 家里人有的时候就问我, 你是看比赛呢? 还是玩游戏呢? 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实况足球这样的游戏里, 游戏中的视觉体验其实已经远超过转播的比赛了, 因为在镜头的位置跟渲染的精度上, 游戏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比赛的转播, 也就是说CPU跟GPU的算力, 今天是可以描绘出逼真世界的, 但由于转换成了VR, 逼真感就要下降了, 因为分辨率不够。 由于VR头盔上那两个屏幕距离眼镜只有10厘米, 在距离如此近的情况下, 要实现视网膜的精细度, 粗略算下来, 就远不止是4K显示分辨率可以满足的了, 大约需要一个17000×8000分辨率的屏幕, 这大约可以核算为16K分辨率, 16K分辨率的像素点的数量可不只是4K的4倍, 而是横向4倍纵向4倍, 4×4等于16倍的像素点, 也就相当于16倍的运算压力, 而今天的CPU和GPU顶多能在一些游戏里以4K的分辨率输出真实世界的逼真感, 这个已经到头了, 一旦换成VR之后, 刚才说了,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 计算量会是今天最高算力的16倍, 于是大家都被图形运算性能这一关卡住了, 这就需要等待NVIDIA、AMD、英特尔这样的企业多努力才是, 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不是在冯诺伊曼计算结构中能解决的了, 在此之前就只能将就着降低一些分辨率, 其次是交互方式, VR营造的是三维虚拟世界, 所以控制方式不论是用鼠标、键盘还是手柄都不合适, 因为这些都是操控没有纵深的二维界面中的按钮图标的传统交互方式, 在三维空间里的交互方式是什么呢? 今天还没有人知道, 但大概方向是拽、拉、推、挥舞、旋转等等, 三维空间内的操作都得能用得上才是最好的, 谁能充分利用三维空间的操控可能, 谁就能赢得VR世界中交互方式的商业胜利, 这个胜利的意义就相当于鼠标专利的拥有者, 或者触控屏专利的拥有者那样, 今天,一些可以监控手指活动的脑机接口设备可能是优质的候选, 智能手套也被看好, 或者直接利用头盔上现有的摄像头去分析手指的动作来完成操作, 据说下一代Oculus的头盔就要集成手环来监控佩戴者的手指运动了, 但如今绝大部分的头盔用的还是左右各一个手柄, 离突破还很远, 然后就是延迟问题, VR显示涉及了大量的身体互动的操作, 哪怕只是简单的动一动头都是操作, 在桌面显示器年代, 从我们的手移动鼠标到我们的眼睛, 看到鼠标在屏幕上移动了, 这中间也是有延迟的, 只不过这个延迟很小, 一般在10毫秒之内, 哪怕是在游戏中, 也因为数据是从实体接触的接口跟线材中传输的, 所以依然可以把延迟控制在10到20毫秒之间, 不会被人察觉到, 但到了VR显示设备上就不同了, 你稍微歪了一下头, 显示的内容就要跟着调整相应的幅度,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延迟不要超过20毫秒, 否则每次都是头动了以后拖一阵子, 显示内容才改变, 那用不了两分钟人就会恶心, 其实晕车就是这么发生的, 人在车上视野改变了, 但车辆的减震系统导致人的身体并没有跟着动, 于是人就晕车了, 但VR头盔怎么知道自己在三维空间里的位置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呢? 对这个位置改变的探测精度, 其实要求是毫米级别的, 在三年前HTC跟Oculus用了一种今天已经被淘汰的技术, 就是在头盔的外壳上设置了十几个红外传感器, 再在头盔之外的房间的角落里, 设置两到四个红外发射器不断的扫描, 十几个红外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角度不同, 就可以准确定位空间里头盔的位置, 这个方法也一样可以用来追踪VR手柄的位置, 这个方法呢今天被简称为Outside-in, 位置定位非常准确, 几乎没有延迟, 但是却有点费事, 如果你没有把那个红外扫描器安装在固定的地点, 而是简单的摆在桌子上的话, 下一次用头盔之前就要先来一番校准, 大部分家庭没有条件在比较大的空间里布线设置红外发射装置, 所以今天几大厂商都转向了另外一种技术, 叫做Inside-out, 它在头盔上安装摄像头拍摄外部环境, 只要头跟着动, 摄像头拍摄到的内容也会跟着变, 这些变化会通过一个算法Slam, 来计算出头盔在空间中移动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结果反馈到头盔显示的内容里, 让看到的内容和头盔动作保持一致, 于是这就涉及到图像识别, 算法的准确度跟延迟了, 由于视觉AI算法最近两年突飞猛进, 所以Inside-out的准确度也大幅提升, 但在精度和延迟上不及上一代方案, 延迟最好水平大约是使用台式机屏幕的两倍, 在30毫秒级别, 如果能降低到20毫秒以内, 这个方向也就算是做到头了, 不需要继续提升了。 当然, 我们也可以放低要求, 不要求视网膜屏那么精细, 其实在游戏画面特别精彩跟激烈的时候, 人们通常会忽略掉粗糙的像素点, 比如说游戏半条命Alex, 我玩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 但使用的分辨率只是3664乘以1920而已, 我就已经感觉到极为逼真了, 但拥有了逼真的画面之后, 画面的数据又是怎么跑到头盔里的呢?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五个方面, 数据传输问题。 今天用的最多的是USB 3.2接口, 10Gbps到20Gbps的传输速度, 那是将将够用啊。 当然, 最好是能用HDMI或者DP的最新版本的接口, 这样传输速度可以达到80Gbps。 但这些都需要用一根线把头盔跟台式机连在一起。 如果不连呢, 也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用WiFi的串流, 把显卡要传输给头盔的数据, 先送到WiFi路由器上, 然后头盔连上WiFi路由器获取这部分数据。 这种方法就不用把数据线连在头盔上了, 但是会增加延迟。 在直接使用HDMI或者DP这类显示接口的时候, 延迟大约在十几毫秒。 如果用USB接口的话, 延迟大约三少毫秒。 如果换成WiFi串流的话, 延迟会猛增到几百毫秒。 在数据量大的时候, 延迟几百毫秒是什么感受呢? 你就会觉得, 你在用头拖着一个黏黏的世界转动, 离晕车不远了。 但这方面的问题呢, 离解决并不是非常的遥远。 比如, 在这类特殊的应用中, 削弱一些加密跟安全功能, 用精简的无线传输协议 来替代WiFi的协议, 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传输延迟。 最后就是长时间佩戴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玩电脑玩一天, 一天是什么意思呢? 起码十个小时以上。 那是因为, 我们只要坐着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 但是VR设备至少要带一个一斤沉的头盔在头上, 热这就不必说了, 玩过的人都有感觉, 就是脸累, 耳朵累, 因为前面巨大的罩子老在往下坠, 脸部的肌肉就要不自觉的往上顶, 连续一个小时就不能再多了, 必须得歇会儿。 那能不能让罩子小一点呢? 难了, 因为这个罩子要满足必要的屏幕与眼球的间距, 十厘米不能再小了, 再小, 人类的眼镜生物特征就无法聚焦了。 据说Oculus的下一代头盔在利用一种超短焦距镜片优化了这个问题, 五厘米也可以看清, 但这也是远远不够的。 终极目标应该是和我们每天佩戴眼镜到眼球的距离差不多的那种程度。 以这六个指标来看, 123在短期内不会有本质的提升, 而456在短期内看到明显优化的希望比较大。 相信在下一代VR头盔出现的时候, 其中某些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